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小编BS 浪迹新年过去了,是时候回来看一看这一大堆的新闻 事不宜迟,今天就轮到我来带大家看一看今天的游戏新闻讲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由游戏科学所开发的动作游戏 黑神话悟空 喂,都是主把戒的 好啦,我们来回归正题 近日一款为黑棉花雾能的游戏Destine平台正式推出 照少片这里来看呢,很明显是在二岗那个黑神话悟空啦 Trip Fighter这个名字相信热爱游戏的各位一点也不陌生 由Crunchiro Game代理方的Trip Fighter 2即将登陆iOS的Android平台 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部分欧洲国家 包括英国等等的玩家都可以预注册 可是,马来西亚看词是没有啦 在2022年后的年度最佳手游的Apex Legends Mobile才运营8个月就宣布停运了 至于为什么会停运呢? 官方表示虽然游戏在上线的时候有出色的表现 但后来的内容更新流程并没有达到他们对品质的数量的要求 所以最后选择了停止营业 除了Apex Legends Mobile,官方又中止了公开测试阶段的Battlefield Mobile 为了达到各位玩家的期待 官方决定偏离当权的道路 随后EA将会转出在Battlefield 2042的内容制作 系列新作已经进入了前期制作阶段了 这样子的话,EA是不是在打算退出游戏市场呢? Nauty Dog总监Neldragman确认真人列式剧The Last of Us将会迎来第二季 其中包含了游戏The Last of Us Part II的游戏剧情 近期就有个网友发现Neldragman的IG关注了一名叫Shannon Berry的女性 并表示她的情像非常非常符合Adee这个角色 至于到底是不是她咧?我们就要等官方消息才知道啦 E3将会在今年的6月13日至6月16日回归啦 根据IGN的爆料,我们的游戏界预算家 Sony,Xbox和Nintendo都不会出席E3 E3的主办单位ESA接着就回应IGN的爆料 对说到回归将会需要一些挑战 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报导 所以如果真的没有Sony,Xbox和Nintendo的出席的话 今天的E3到底会是怎样的咧? 人气作品Star Wars Jedi Fallen Order的续作 Star Wars Jedi Survivor将从2023年的3月17日延期到2023年的4月28日才推出 官方就表示想要继续提升这款游戏的稳定性 以确保玩家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Star Wars迷们到底能不能如愿在4月份玩到这款游戏呢? 这个的话你就要问我们的官方啦 《仙剑奇侠传7》在近期呢就公布了这个游戏的首部DLC 《人间如梦》将会在2月14日正式上线啦 这次的DLC对本篇的故事进行了扩展延续 玩家玩法偏向于解谜玩法和全新的关卡设计 让我们这些广大的玩家在品位新故事的同时也能收获更加独特有趣的游戏体验 《海贼王》真人Netflix影集终于有新消息啦各位 影集确定会在2023年开播 剧组摄影师Niko H. Wittaker在访谈中表示自己看了1000多集的《海贼王》 来确保自己能够表现出各方面的创新 更不会把内容完全照搬去影集里 你们看 人家这么有诚意了 如果你是One Piece迷的话 就拭目以待并支持一下《海贼王》真人Netflix影集吧 王者荣耀在去年宣布将会开启国际服 但玩家之后呢就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就一直到最近官方才公布将会在巴西开启预注册 可是其他区域就还没有任何消息了 王者今年到底能不能踏出国际服咧 这个就还没有人知道啦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你的看法啦 Level Up KL 2023终于有新消息啦 这次的活动将于9月27日至9月30日举办 地点则在瓜拉伦波convention center 另外Sea Games Award将在5月至6月开放报名 好啦 这就完结我们今天的游戏新闻讲一下 没想到新的一年回来就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新闻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们的影片点一个赞 分享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哦 最后最后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看到我们的影片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